老师们好,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把BitGoshi变成Animation 首先呢我们要打开一个Google Slide 然后在Add-ons,Guide Add-ons 去搜寻Creator Studio 参与到Google Slide上 这样的话呢在Add-ons就已经有了Creator Studio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我在公园跑步 那么我们先找一个公园的照片 所谓Background 然后我们再选一个Beatmoji 我说跑步,我再选一个跑步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,现在这个坐标的话呢 基本上是把这个放在这里 2.6,X锁标,Y锁标的话呢在5 好,我们第二张图片呢在做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横向稍微往前一点 变成3 然后下边的话呢我还保持在 这样的话呢它跑起来的话才能是一个平行线 然后再往前挪一点 就是说每个图片的话呢你都比前一个图片稍微往前挪一小步 这样的话呢整个连接起来的话才能是一个动画的效果 就是说图片之间呢这个差距呢越小 它动画的效果就越强 好,图片做完之后 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物呢是一点一点的在移动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合成一个一张照片呢 到add-on 我们刚才加的creator-studio open 然后这里边那个outboard web 我们通常把它变成1600 1600 这个地方呢是表示每个slide之间的速度 距离 距离越短 就是时间越短 它速度就越快 下面可以 你可以把它存为animated giffy 那么在哪呢 你可以找到上传的东西呢 我们到google drive 在你的google drive 那你所有上传的东西呢 就会自动的在 在这个google drive里边形成一个creator-studio的folder 然后的话呢你就会找到刚刚上传的 好,这就是一个动画的效果 当然老师们也可以呢 用不同的binology去做 比如说这是我前几天做讲座的时候 老师们一起做的哈 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你可以放在不同的位置上 然后用不同的bitmoji的形象来做 老师们也可以把它上传为MP4的video 今天老师们分享到这里 期待老师们做出自己漂亮的bitmoji animation 基本道 matrium 并 серд maioria的感官 我也要有个安全感 并 hawulated 由这个outro 舍头 在里面 专门